女研究生未婚先玉,男友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家族的面子,父亲将女儿嫁给了一个乡下的农民 在介绍人家里,安妮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欧文 她身材高大,面容英俊,只是性格略显慕呢 欧文显然也没想到,妻子会是这样一位美丽之性的小姐 她紧张到不敢说话,连倒水的手都是抖的 双方对彼此都没有意见,于是当天便举行了婚礼 欧文没有准备戒指,安妮也不在乎 她对这段婚姻没有任何期待 婚礼结束后,安妮跟着欧文回了家 进门时,欧文对安妮说了一声欢迎回家 随后带她参观了整栋房子,又陪她吃了晚饭 整个过程欧文一直表现得很温柔 可安妮始终无法安心,她还是忘不了消失的男友 第二天安妮醒来,说想去镇上转一转 实际上她是想给姐姐打电话,哭诉自己的不幸 顺便问问有没有男友的下谋 与此同时,欧文在图书馆借了书,菜谱,新生儿护理手册 以及昨天在餐桌上安妮谈论的历史书 回家的路上,欧文教安妮开卡车,方便她日后出门 除此之外,欧文还有很多体贴的地方 她会在居民八卦她和安妮时 即时出现帮忙解围,也会为了给安妮放松心情 带她出去饭粥壶上 当安妮提出孩子过早出生,可能会招来闲言碎语时 欧文也全部在意,她用温柔和体贴 一点点抚平了安妮的创伤 安妮开始学着为她做饭 可惜厨艺实在糟糕,第一次辣椒放得太多 欧文被呛的嗓子肿痛,还强称着说好吃 安妮渐渐适应了在农场的生活 还结识了两个朋友 他们因为珍珠港事件失去了家园 被安排到农场参与劳动 安妮很同情他们 但欧文却不喜欢这些日益美国人 安妮告诉她,她只和这两个朋友有共同语言 因为镇上的人整日只会谈论庄稼和天气 欧文听懂了安妮话里的意思 不再说话,但次日餐桌上 在大家大谈庄稼事宜时 欧文却突然开口说她在思考历史 安妮瞬间睁大了双眼 她居然记得自己说过的话 一股暖意充斥心肩 这天晚上回到家里 欧文情难自禁想要亲吻安妮 安妮却惊慌地躲开了 回到房间 她感到心头一阵小路乱撞 却又不知如何回应欧文的爱意 女研究生未婚先孕后 被父亲嫁给了一个乡下农民 虽然闯下祸端的男友跑得无影无踪 可安妮的心里还是惦记着她 不久,安妮的姐姐上门拜访 因丈夫参居 她一个人在家无聊 便想让安妮陪自己回城里 她可以帮忙照顾孩子 安妮也能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她知道安妮 可以散布欧文脾气暴躁的谣言 这样她的离开就显得十分合理 可安妮断然拒绝 欧文是她见过最绅士温柔的人 对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视如己出 她怎么能自私地毁掉欧文的情欲呢 虽然在她的心里 还是忘不了前男友 临走前她将一封信地给姐姐 继续拜托姐姐帮忙寻找男友的厦门 日子一天天过去 安妮在乡下找到了新的乐趣 欧文的祖先在这里留下很多老物件 对于安妮这样的历史研究生来说 每一件都具有独特的意义 欧文虽然不能理解 安妮为什么执意保留这些垃圾 但为了安妮 她可以接受这样奇怪的习惯 欧文告诉安妮家里的地窖里 还有很多这样的垃圾 她一定会喜欢 安妮在地窖里逃到了很多老物件 纺车 摇篮 灯盏等等 她将它们全部收拾出来 清洗干净 欧文也热心帮她摆在家里合适的地方 还在家里安装了电话 这样安妮就再也不用 跑到很远的镇上打电话了 两人的生活平静而美好 关系也愈加轻密 然而一个意外却降临了 平时憨厚老实的丈夫 突然一反强开地发起了贴气 只因为妻子将狗带进了屋里 安妮一头雾水 不明白欧文为何如此反常 直到她拿出一封信 她这才知道丈夫真正在气什么 那是来自前男友的心 安妮茫然无措 深知自己深深伤害到了欧文 次日她特地起了个大早 给欧文准备早餐并向她道歉 欧文却问她 她身上有安妮喜欢的地方吗 安妮没有说话 可她知道 这个男人或许学历不高 思想保守 但她体贴入微 了解尊重自己的喜好 并为了安妮去学习改变自己 她淳朴善良 犹如这片土地一样包容着万物 给予着自己的爱和力量 在欧文姐姐的劝解下 安妮终于想通了 之前的爱情只能算是驱赶寂寞的工具 欧文给予自己的才是真正的爱 于是这天早上 安妮认真听完了欧文的告白 当看到欧文拿出求婚戒指时 她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正如欧文觉得她配不上安妮一样 安妮也觉得她配不上欧文 未婚先孕是她一生的污点 而且结婚后还对别人念念不忘 她无法原谅这样不堪的自己 可对欧文来说 安妮的历史不是耻辱 人都会犯错 这并不可怕 只要能直面错误 积极修正往后就是崭新的未来 安妮接受了欧文的戒指 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然而此时安妮的好朋友却陷入了麻烦 她是个天真烂漫的姑娘 被一个战俘化言巧语骗走了真心 要帮那个男人逃跑 这可是叛国罪 安妮仿佛在朋友身上 见到了年轻无知的自己 她决心拉她一把 她把朋友劝下车 又故意劝战俘开自己的卡车逃跑 此时安妮的羊水破了 但她顾不上这些 迅速打电话报警 撇清自己和朋友的嫌疑 又把战俘留在家里的证据烧掉 最后她一把扯下自己脖子上的吊坠 将她扔进火中 对她来说 前男友已经是彻底的过去事了 此时欧文接到消息匆匆赶回家中 欣喜若狂地抱起安妮 与她一起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从此以后 一家三口 四季三餐 他们会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枕头猫 我们下期见